大年初六 許多部落裡還是相當熱鬧 有過年溫馨的氣息 但是也有許多店家業者及員工 已經收假離開家鄉 回到工作崗位 一位前一晚開車花六個多小時 遠從高雄赶回北部開工的族人 一早開始忙搬貨的工作 精神與情緒上還無法馬上適應 心情如何 家裡最重要的心情 應該 我還沒收心 我的心情還在高雄 畢竟我要開工 所以我只能跟他們說 他們玩得開心一點 應該 大概再過兩三天吧 也是遠從屏東 趕在初六北上開工的族人 無法繼續參與部落的活動 及朋友的婚禮 連親朋好友給的山產 都還來不及打包 就得趕車北上營業店面 直到要回來的時候 哇 真的是那個心情 忘幫得不捨 只想就留在那邊 怎麼來到台北的都不知道 好像閉著眼睛開到台北來 還有太多人送回一些山廠 對不起 我還放在冰箱 我沒有來不及 就回來了 到現在還想回去 因為還有朋友今天還在結婚 真的喔 對 所以還想回去 就把小孩家人留在那裡參加 雖然經營運動藥品店 不用耗費太多勞力 但與旅北工作族人同樣無法適應的 就是城鄉生活的節奏有落差 不得已啊 因為在都市嘛 生活比較緊張一點 比較快一點這樣 那故鄉比較慢一點 所以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實際上來到台北都是不得已啊 為了工作所以有一點點不能適應啊 但是還是要很快進入狀態 來到台北爭取工作機會養家活口 離鄉返回工作崗位 難免感受春節假期特別短 就必須強迫自己提早做收心鈔 短時間內趕緊適應工作節奏 記者 台北市 新北市採訪報導